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看到一个草屋 里面住着五个盲人 国王想要让他们摸一摸 大象是什么 第一个有点矮的盲人走过去 砰 撞到大象的大腿 盲人说 大象就是个大柱子嘛 第二个盲人慢悠悠地走过去 摸了摸大象是细尾巴 大象有点痒 他就甩了甩尾巴 盲人说 大象又是个秋千嘛 第三个盲人 头大 身子大 摸了摸大象的肚子 大象就鼓了鼓肚子 盲人说 你们两个在前面的都错了 大象就是一只大墙 第四个盲人摸了摸大象的肩羊 大象最不喜欢被摸到肩羊了 他就甩了甩头 盲人被遮到了 他就大喊 痛死了 大象就是两把知道的菜刀嘛 国王笑得肚子都疼了 但是第五个盲人扎辫子的不觉得好笑 他摸了摸大象的大耳朵 大象有点痒 他就甩了甩耳朵 盲人觉得凉快 他就说 大象就是一个大扇子嘛 国王笑着说 你们几个都错了 你们几个都摸到了不同的地方 就觉得你摸到了地方 就是大象啦 盲人摸象这个诚语告诉我们 不能靠自己简单片面的了解 和直播的经验 就乱家猜测 大家好 我叫Frank 今年八岁了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是鸡飞狗跳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地方叫鲁国 国家很乱 国王鲁王其实没有真正的权利 有一个叫季平子的人敢和鲁王公开对抗 在一次斗鸡会上 季平子让他的狗咬了鲁王的鸡 鲁王忍无可忍 出兵去攻打季平子 结果失败 流亡到了另一个国家 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 把鸡吓得飞起来 把狗吓得到处乱跳 形容惊慌地乱成一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